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哈啰 哥 見 嗨 嗨 很久沒見 最近有沒有拍照 盲中中是由年輕人和視像朋友組成的一個社期 我們的目標是推廣盲遊盲攝 希望讓公眾認識我們視像人士很美的攝影作品 加入了盲中中 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認識了一班朋友可以和自己有共同興趣 一起同行 我們盲中中曾經組織過一次自由行 當時很想拍攝到台灣跨年放煙花 誰知道那天台灣政府宣布環保 因為煙花放得很少 煙花 這樣放完了 但我們最驚訝就是 我們全隊都拍不到 唯一億個視像朋友 透過煙花放出來的硫磺味 去捕捉到畫面 所以我們覺得 反而不是我們怎樣教他拍 而是他告訴我們感官攝影 其實就是這麼厲害 希望不會再有人問 蛤? 什麼看不清楚都可以開機拍照嗎? 希望多些人知道 龍人都可以煮電話燭 你好 大家好 我是Pedius的Fiona Pedius其實是一間意大利的社會企業 我們最主要透過一個APP 語音和文字的交換 龍人都像我們一樣 可以打電話給健庭的朋友 我記得剛剛我開啟的時候 有一個龍人女生 他就嘗試用那個APP 跟他媽媽溝通 完了之後 他就走來跟我說 我媽媽很開心 因為以前他媽媽 是需要自己打字 才可以溝通到 我自己覺得是很開心的 因為可以幫一對母女 可以有真正的溝通 我覺得其實大家可以 多點留意身邊的事 好像我們的副主 Lorenzo 因為看了一個 意大利的新聞 知道還有一個龍人 遇上了交通事故 而啟發了他 去設計這個APP 打電話 可以溝通到 《Pedius》 我開啟發了 8年前 我發了 一位朋友 他沒有被打電話 他沒有被打電話 因為他被打電話 他被打電話 他有了 還有70萬萬人 在世界上 那些人 從事件中 突然沒有發電話 發電話 然後我開始找到 解釋 那是 《Pe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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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賺取了我們全年免費使用通行證 令到多了很多的龍人 可以免費使用這個APP 這種行為 可以令到他和人與人之間 拉近了那個距離 在這個考驗裡面 我們一定要在一起 去超越自己 去思考 去感受 去行動 同舟共濟 才可以度過難關